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新的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呢 就是翻译漫画 那么这个漫画呢 好多人都知道 也有很多人喜欢看 可能漫画呢 也并不是你熟悉的语言 那么其他语言的话 就需要翻译一下 那么这个工具呢 可以做到对于漫画 进行一个自动翻译 它这个下面有一些示例图 当然这个咱们看不看都行 我们直接来看这个项目吧 那么这个项目比较小 总共2.36G 大家下载就行了 下载完之后呢 这边启动文件 点一下启动 这边稍等一下 我们这边启动之后呢 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 一个小窗口 那么这边呢 选择你的这个原语言 图片上的语言是什么 要是咱们这边选日语 那么目标语言 翻译成简体中文 或者繁体中文 这个都可以 其他语言也行 字体 它提供的这些默认的字体呢 只支持英文 试了一下 然后我自己再往下了一个 支持中文的字体 那这个大家不喜欢 这个中文字体的话 可以自己下载 然后呢翻译器 谷歌翻译免费的嘛 其他这些的话 可能都是收费的 需要你那个 有那个K才可以 比方说我选这个 那么这边呢 需要设置这个凭证啊 点一下啊 这边有个 设置凭证 那么这个大家根据你这边选择的这个种类 然后输入你这个API密钥 然后这样就可以使用 当然这个免费翻译的话 效果可能不是太好 不过大部分人来说应该也够用了 如果你追求那种比较精确的翻译 那么你可以去使用前面这些付费的工具 这个都可以 那么OCR这边选择默认就可以 但是其他这两个可能也是收费的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这个工具比较容易啊 咱们直接来选一张图片 导入漫画 导入图片 那么这个是我准备的一些图片 我们来把前面三张 来打开一下 这个就导入了 然后呢 其他选择后之后直接选翻译 这边它会自动运行 这个需要一点点时间 就它这个工具 在这个使用前啊 可能需要下载一些小文件 小文件非常的小 如果这个小文件呢 可能得需要联网 这个大家去注意你的网络是否畅通 好 我们这边大家看到有提示 漫画翻译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翻译的结果怎么样 这个是漫画 先看一下原图吧 这个原图 大家看一下是吧 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动漫 日文的 那么翻译的结果 它这个工具呢 翻译它会自动放到你这个 选择的漫画文件夹 放在同一个根部录像 在这儿 然后呢 这边有个翻译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是它翻译后的结果 大家看到 它也变成了中文 是吧 翻译应该还可以 这个是它翻译的结果 我们这边呢 还有一个设置 有一个是我们肯定是必选的 就是使用这个 使用GPU 大家记得把这个勾扫 这个工具就这样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下载一下 大家拜拜 拜拜 我儿子 等于是 以后 这边 我们不过 这边 我们不过 他 très炎